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趣味验证码的系列课程 在前两期课当中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下UIWheel的基本使用方法 它的一些基本属性啊,还有它的一些基本方法的使用 然后这节课也是一节非常重要的课程 我会给大家讲一下UIWheelController的生命周期 大家应该知道UIWheelController是我们在做iOS开发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负责控制我们页面上显示的这些的一个一个的页面 然后我们的每一个页面呢,在基本上都是以一个UIWheelController为一个载体的 在上几节课当中呢,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再去修改一些UIWheel的属性啊 或者添加一些Wheel到我们的页面上面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一个UIWheelController里面来操作的 所以说这节课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下UIWheelController的生命周期 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已经讲了一个iOS应用的生命周期 然后其实它和UIWheelController的生命周期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 都是我们的一个UIWheelController从它被创建 然后到它被销毁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Note呢 就是我们UIWheelController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里面 会调用的一些方法 然后大家看到这个第一个WheelDidLoad的方法 是一个我们最常用的方法 然后也是当我们用系统自带的模板建立一个UIWheelController时 我们的代码里面就已经写好的一个方法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DidReceiveMemoryWarning 这个和我们的WheelDidLoad是一样的 都是在模板里面自带的两个方法 然后第一个方法是在我们UIWheel 在它自带的那个Self.Wheel创建好以后 然后会被调用的 这个Self.Wheel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代码 然后DidReceiveMemoryWarning呢 就是说我们当前的这个页面 收到了系统的内存低的警告 然后这个前提下我们会调用这个方法 然后在这个方法里 我们可以做一些销毁一些我们不需要的数据 然后来释放一些内存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这些方法呢 基本上都是成对出现的 然后和我们的那个AppDelegate也是非常相似的 基本都是一个Wheel配一个Did 比如说这个WheelWillAppear和这个WheelDidAppear 就是说我们这个页面已经显示在了我们的应用窗口中 然后呢它将要显示在窗口中时 调用WheelWillAppear 然后呢它已经显示在窗口上了呢 就调用这个WheelDidAppear 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WheelDisappear和DidDisappear 这个就很明显了 跟上面的Appear是相反的 是它们消失了以后 然后下面还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WheelWillLayoutSubwheels 然后下面还有个DidLayoutSubwheels 这个是我们的页面的布局 在将要变化和已经变化的时候 调用的两个方法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呢 这个2468 大概这八个方法 就是在我们整个WheelController的生命周期中 会被调用的 然后一会儿我会在代码中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什么情况下这些方法会被调用 接下来呢我们去看我们的代码 然后首先还是启动我们之前的我们的工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用来操作 我们这个当前这个Wheel的WheelController 然后呢我已经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生命周期的方法都已经加在这里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当前的这个WheelDidLoad 和这个DidReceiveMemoryWarning 这两个方法呢 是我们在这个类被创建的时候 系统就已经被我们创建好的 然后其他这些方法呢 大家可以根据使用情况去进行卓星的添加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这个WheelDidLoad 它是在我们的Self.Wheel这个属性创建好了以后 也就是说这个属性已经可以使用了 它不为Neal的时候 然后来调用的这个方法 这个Self.Wheel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到我们的Storyboard里面去看一下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绿色的部分 就是在背景中 这个整个的这个绿色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Self.Wheel 它是一个全屏的一个Wheel 也就是跟我们 在一般情况下 它会跟我们的 我们的整个屏幕是同一个大小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更直观的来看一下这个Wheel 我们先启动一下模拟器 然后我们还是用我们在之前课里面提到的 那个用来查看Wheel的工具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当前的这个绿颜色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Self.Wheel 它是一个和当前我们看到的 整个这个页面相同大小的一个Wheel 然后当我们点击它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直接被加在这个UiWindow上面的 UiWindow是就是我们这个页面的 最下面的这一层 大家可以看到黑色的这个部分 我们所有的页面都是显示在UiWindow上面的 OK 然后我们来在接下来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WheelDidLoad的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在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对这个Wheel里面 SubWheel的所有的初始化的工作 都应该在WheelDidLoad里面来进行 也就是说当我们Self.Wheel出时化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它上面 通过我们上节课来说的这个 这个SubWheel方法 然后来给它添加 子类了 我先把代码的文字的大小调一下 这样方便大家来观看 OK 我把字调大一些 这样会更好看一些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布局 其实也是可以来在这个方法里面来写的 就是说来直接定义我们各个Wheel的大小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Wheel的属性 比如说背景颜色啊 然后之类的这些的属性 都可以在这个WheelDidLoad里面来处理 接下来呢 是下面的这两个方法 WheelWheelAppear和WheelDidAppear 这两个方法就是在我们的 Wheel将要出现在屏幕上 和已经出现在屏幕上受调用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在上面的这个WheelDidLoad里面 我们还去调用了负类的这个WheelDidLoad 在我们的WheelController的所有 生命周期函数中 我们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负类的一个调用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方面不是很明白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面向对象 编程的一些相关资料 然后这个不在我们这节课的范围内 所以就不跟大家细说了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调用负类方法 然后一会儿我会在这两个方法里面 给大家打两个log出来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它在这个生命周期中的这个调用顺序 然后首先我们先在这个地方 把我们这个WheelDidLoad打印出来 然后呢在下两个方法中也做同样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之前讲 AppDelegate的生命周期的时候 我们也用了相同的方法 这样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出来 我们的哪个方法是被先调用的 哪个方法是后调用的 OK这时候我们这三个方法都有了log 然后我们跑一下模拟器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OK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方法 第一个方法 WheelDidLoad被调用了 然后我们的WheelWheelAppear被调用了 然后接下来WheelDidAppear又被调用了 这个和刚才跟大家说的 调用顺序是相同的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下面的这几个方法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它这个附类的调用先写上 当时我加的时候 WheelDidLoad省事就没有 先加上 然后这个 OK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个 DidReceiveMemoryWarning呢 这个在一般情况下 尤其是现在比较新的手机上 一般是不太会再调用这个方法了 因为内存都比较大 而在以前比较老的机型上 这个方法是非常容易被系统调用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在什么样 我们其实我们通过模拟器的一个特性 我们可以模拟这个MemoryDedrisMemoryWarning的信号 OK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在模拟器的这个 我记得是 对 这个Hardware这个 目录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有个SimulateMemoryWarning 当我们点击这个的时候 我们的模拟器就会收到一个MemoryWarning的信号 然后这时候 我们这个生命周期中的DedrisMemoryWarning就会被调用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WillWillDisappear这两个方法 还有DedDisappear这两个方法是在什么时候被调用的 如果我们想让这个方法被调用呢 我们就要让当前的这个页面 从我们视线中消失 然后方法呢 就是我们创建另外的一个页面 然后把它显示到我们当前的视图的最前面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做 首先我们初始再初始化一个UiWillController 这样 Light 然后比如说我们叫TempVC 然后我们初始化一个UiWillController 然后呢 我们调用 SelfNavigationController 然后Push OK 我们当前的这个方法是 我们当前的这个方法是用来 把另外的一个 WillController 然后来显示在我们的UiWindows上的 然后这个方法呢 它涉及到我们整个IOS的页面导航结构 然后但是这个不在我们这节课的范围内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呢 可以去参考其他的课程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让我们当前的这个 这个Will从我们的页面中消失 然后让另一个Will来顶替当前这个Will的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再运行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在我们运行之前我们还有一步操作需要进行 首先我们来到我们这个那个Storyboard中 就是我们的Interface Builder 然后呢我们需要给我们这个当前的Controller 然后在它的外层再加一层NavigationController 这样可以它才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的那个方法来进行页面的切换 OK这样我们的这个UiWillController呢 就被在外层又加了一层NavigationController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刚才的这个方法来进行页面的切换了 呃为了让大家看到我把这个方法拿出来放在这个DidLoad里面 大家可能看不到效果 我们放在WillDidAppear里面 OK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动画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Log WillWillDisappear和这个WillDidDisappear这两个方法已经被调用了 这个就说明我们之前的那个WillController已经从页面上消失了 然后大家当前看到的这个是我们一个新建的那个WillController 然后我们点击Back还可以回去 然后呢为什么又回来呢 因为我们刚才是把那个那个方法写在了WillDidAppear里面 这样每当那个页面出现我们就会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就不可能再回到那个页面了 我们只要一回去它就会被推送过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生命周期的函数也在不停的被调用 OK我们已经给大家把之前的这几个比较重要的方法已经都讲了 然后还有两个方法刚才没有提到 这个WillWillLayoutSubwheels和这个DidLayoutSubwheels 这两个方法是在页面的布局发生变化的时候会被调用的 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有Subwheel它的Frame或者它的它的Size 然后它的坐标然后被更改了以后 我们整个的页面布局也就相应的会被更改 然后这两个方法相应的也就会被调用了 OK这节课呢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UiWillController的整个生命周期 以及在它生命周期当中这些被调用的方法在什么时候会被调用 然后以及在这些方法中我们可以写一些什么样的代码 比如说这个WillDidLoad我们可以初始化我们页面中的各种Subwheel 然后其他的这些方法呢也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周期中呢被自动的调用 一些我们想在某一个时间段来执行的方法 我们都可以写在这些相应的方法里面 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然后下节课我应该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UiWill的一些子类的使用方法 这些子类呢包括那个LabelWill就是用来显示一段文字 然后还有一些UiButton啊 UiImageWill啊这些用来点击的按钮 和用来显示图片的一些空间的使用方法 OK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我是Winsky 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